大家好,我是保时猎人李承伦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在2020年疫情的肆虐之下 生活上起了非常大的改变 人们不管是在生活上 在旅游上 很多的经济活动上 甚至投资都跟我一样 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今天特别提一下 之前提过在全球QE 无限宽松货币的政策上 非常多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 是政府要开始打房了 因为房地产不断地涨 你看到美国的股票 还是一样创得新高 现在这些很多投资的工具 已经脱离经济的事实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征兆 资金泛滥 那在资金泛滥的同时呢 我们要怎么布局未来呢 赢得投筹 很多人会投资房地产 股票 基金 债券 黄金 今天华告诉大家 为什么珠宝也是可以投资的项目 珠宝投资有什么的优点呢 首先呢 珠宝呢 是最浓缩的财富 因为宝石的体积小 它的价值高 它容易携带 而且最大的好处 它是可以偿付的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呢 珠宝是最浓缩的财富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在2019年呢 香港的国际拍卖会 拍出一颗 9700万台币天价的四颗拉的钻石 请问四颗拉多少呢 它还不到一公克呢 今年2020年呢 秋拍日内瓦 舒富比 有一个14颗拉的粉红钻 一具成交价 也是十几亿台币 请问一下 14颗拉 也不到三公克这么大 你只要放在口袋里头呢 就可以带出去了 所以呢 我跟大家讲 在资产配备的时候 珠宝呢 是可以纳入一环的 让你的财产更安全 更有流动性哦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它持有的成本 是接近于零 因为呢 珠宝呢 它不遇损坏 容易保存 当然 你可以买房地产 可是呢 如果你租不出去的话 大家知道 不管是地价税 或房屋税 或是这个房子 必须要修散 所以它有很高的成本 那很多人说 那我喜欢画作呢 当然 画作呢 你要找一个很大的空间 它必须要横湿 横温 而且呢 画作是不容易理解的 你就要 今年累月投资 画作的经验呢 你才有办法去操作画作 同样的瓷器是一样的 瓷器呢 因为呢 地震不好保存 容易碎裂 所以相对来讲呢 珠宝是更小 更容易保存的 第三 珠宝是可以佩戴的 并有情感性的 很多人从奢侈品的角度 看珠宝 珠宝除了是彰显地位 身份之外呢 也可以彰显你的品位 更重要的 你还可以传字 可以传家 送给孩子 或是结婚 所以有情感上的依据 比方说 生日礼物啊 或是呢 结婚礼物 或是成年礼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珠宝呢 除了这个 有情感的价值之外 它有一个具有佩戴性呢 这个在国外非常流行 他们的戒指呢 大部分都是家传的宝物 让你佩戴的 除了真实之外呢 可以彰显我们的家族的特色 第四个呢 珠宝是一个不记名的资产 您买房子 或是你买车子 甚至你买保险基金债券 金融产品 它都是具名的 所以就是呢 你基金的流向 是可以查核的 那所谓不具名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呢 你买卖珠宝呢 不需要有名字 就算你是买游艇 或是豪车 都必须要记名的 所以呢 我们常说呢 珠宝呢 是一个不记名的洞产 甚至可以说 它是一个移动的艺术品 方便于赠予 与转移 第五呢 最重要的就是真假了 在很多的投资 不管是瓷器 甚至酒 甚至古董制化 都有一个鉴定上的问题 我们到国际的派费会上 你会发现呢 古董制化呢 它们是不保证真伪的 可是呢 如果是珠宝呢 它们都一定保证真伪 国际上一个统一鉴定的标准 对于房品优化 它都有著名 这是房品 这是优化品 相对于那些古董一品呢 珠宝呢 它是更有保障的 我们刚刚了解呢 投资珠宝 跟投资古董呢 或是呢 其他的这个投资品呢 它的优点在哪里 但是呢 你明天会问我 李总 如果要投资珠宝的话 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个 要慎选珠宝商哦 你选择的珠宝商呢 是否具备专业的知识 能够帮你把关商品的品质 当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台湾的珍藏一品拍卖 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有专业的这个appraisal 鉴定跟鉴价的人呢 会把这个平台上所有珠宝呢 除了有鉴定书之外呢 我们又再次的鉴定过呢 为常家呢 跟这个owner呢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大家好好地利用 做好功课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如果购买珠宝的目的呢 只是单纯佩戴 那只要考虑喜欢不喜欢 设计就可以了 可是要作为投资工具呢 就要投入时间去研究 深入了解相关的品项 包括钻石的分级制度 宝石经过处理 或类似在国际的行情 跟市场上的需求 其实呢 在台湾有EGL 欧洲宝石鉴定所 我们有offer相关的课程 所以不管在线上呢 或是在台湾 在台北各地的朋友 如果对宝石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入呢 我们EGL的宝石鉴定所呢 让各位呢 不但呢 会看宝石 而且还有鉴定建架的能力呢 让各位呢 在投资珠宝上呢 能够更轻松 第三个呢 要考量市场的长期的状况 其实珠宝呢 它也是有上有下 跟房地产股票 波动是一样的 不可能都是涨上顶的 所以你要了解 宝石的趋势 所以建议大家 常听演讲 然后了解 宝石的投资 的趋势 所以呢 让大家有机会呢 在市场的起涨点 然后呢 能够卖在市场上的最高点 第四购买宝石 它的预算也是非常重要的 购买珠宝跟艺术品呢 我常建议大家呢 要平常不需要动用的资金 很多人说 哇 这个那我们把房子卖了 去银行借钱 去投资珠宝 投资艺术品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你有在压力的时候呢 去投资些东西 常常会呢 卖在低点 而买在高点 因为呢 这些钱呢 是借来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呢 如果有多余的资金呢 是用来投资 艺术品跟珠宝 是最好的 这样呢 大家除了移情养戏之外呢 增加的品位 增加珠宝呢 跟艺术品的知识 更重要呢 可以坐享投资的获利哦 第五 价钱呢 并不是唯一的考量点 很多人在购买珠宝的时候呢 最主要考虑到价钱 便宜就好 购买珠宝 当然不是便宜就好 就像房地产一样 它就要有潜力 并不是便宜就好 而且更重要 它除了有增值潜力之外呢 最重要 你要了解市场上的工区 这样的石头呢 市场上还有多少 矿区是已经绝矿了吗 还是没有 就像房地产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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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就是location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阿盖粉红传 2020即将绝矿 大家了解 只剩下两个月就会绝矿了 所以未来呢 它绝对是增值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标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的阿盖粉红传呢 它的捷径比较小 所以基本上 它的单价也是比较低的 是较容易入手 与珠宝商建立良好的关系 好的珠宝商 可以提供你专业的知识外呢 可以让你的手上的珠宝 可以流通 而且给你最新的珠宝 相关的讯息哦 让大家在投资珠宝的时候 更可以得心应手 当然不管是佩戴跟投资 都建议大家要选择 合适自己的珠宝款式 很多人呢 从来都不戴耳环 甚至没有耳洞 所以你投资一个珠宝 它是耳环的 就没有这么适宜 所以单纯投资 可以考虑裸实 如果你要佩戴的话呢 才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 毕竟个人喜欢的喜好呢 是差距非常大的 所以当要出售时候呢 你可以呢 询问这个设计师 或是这个珠宝商 怎么样的款式呢 是适合的市场上 大家喜欢购买的 第八项 要懂得阅读珠宝的证书 之前我跟大家介绍呢 其实影片有提到呢 不要以为有证书的珠宝 就是有保障哦 非常多的国内证书 或是假的国外证书 所以对于开立证书的机构呢 必须了解 具有公信力吗 而且证书的内容呢 要非常的注意 其实大家了解 原来处理过的钻石 处理过的宝石 它也会打一个天蓝 就像钻石一样 合成的钻石 还是有这个 进度跟颜色的哦 不是一个钻石的证书 上面有进度跟颜色 跟尺寸重量 就是所谓的4C 就以为它是天蓝钻石 最重要看它的 common那个地方呢 它到底是不是天蓝的钻石 它的颜色来源 是不是不祥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建议大家 要常听演讲 常买书来看 更重要的 多阅读相关的文章 或是呢 可以找这个珠宝上的顾问师 让大家投资珠宝的时候 不会上当哦 第九 要管理好你的珠宝 其实呢 我们常常在做鉴定 很多人说 李总啊 你帮我鉴定珠宝 然后呢 就一袋珠宝 然后放在桌上 把它倒出来 天啊 不同硬度的宝石 放在一起 所以这些宝石呢 全部都弄坏了 擦伤了 或是撞坏了 有了缺角 甚至它金属呢 没有带过珠宝 都刮伤了 尤其是古董珠宝 我们讲到这个 所谓的有机宝石的时候 珊瑚啊 琥珀 更是经不起这个 戒指的金属的刮伤 所以告诉大家呢 珠宝的保养 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寄光 怕热 需要水分的珠宝呢 千万不可以在阳光上曝晒 有些珠宝像竹牡蜜 尽量不要用超音波清洗 所以呢 投资珠宝呢 最重要的话呢 如果可以锁定 多的国际 国内外的资料 拍卖会的资讯 跟市场流行的东西 什么样保持具有投资价值呢 让大家花短短的时间 可以了解 全世界珠宝投资市场 让各位呢 都可以成为 珠宝投资的专家哦 来我们下期见哦 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 请帮忙按赞留言加分享 还没订阅呢 请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 别忘了追踪我的脸书哦